特朗普在接受全美知名播客节目 乔·罗根体验采访时再次提到 台湾地区若要美国保护 就应该支付保护费 特朗普一席化导致台股今天高开低走 以下跌150.38点收盘 台积电开盘上涨至1080元新台币 但盘中帆率收盘跌至1050元新台币 台湾鸿海集团下跌0.46% 台湾联电跌1.1% 川普如果未来下个礼拜 他真的当选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可能股价会造成一个压力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说这种话了 今年7月他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就表示 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意 应缴交保护费给美国 当时这番话也造成台积电股价重挫 台股因此出现史上最大跌点 单日重挫1800点 而特朗普所说的保护费 就是不断向美国购买武器 今年9月特朗普曾在专访中表示 希望台湾地区利用未来四年大幅增加防务投资 他甚至提出台湾地区的防卫支出 应当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10% 震惊各界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甘当棋子 顽固坚持以美谋独 有分析指出 美国对台军售屡爆欺诈门 民进党当局却假装不知 甚至还被曝抢先编列军购预算 只为讨美欢心 国台办发言人27号正告民进党当局 买武器买布兰韩拳 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飞 连行 sabato民进党当局却来 It's a 文